在世界为表现出色的比利时球星埃扎尔,近期成为今夏欧洲转会市场的香波波,而其中最为渴望得到的就是接下两大豪门,巴萨和黄马,就在C罗里对黄马转投游文后。 效力于英超兰军切尔西的比利时人阿扎尔,面对西甲豪门的召唤,其表示更倾向于前往伯纳乌,著名媒体战马转透露,阿扎尔在世界杯止步办决赛后,开始把重心放在了自己未来的方向上,对于拥有梅西和苏亚雷斯,还是有库地尼奥的巴萨,阿扎尔并不是很想去,因为在那里和切尔西无异,并不能成为核心, 而更希望前往黄马,因为C罗走后,黄马正在积极需找核心替代者,尽管队中也大派云集,但都难以和C罗匹配。 在切尔西方面,得知核心埃扎尔支持不续决,去一龙口无法阻止其离开后,对外提成了一,两亿欧左右的包价,希望球队核心离开,也能收回一定的资金购买其他人。 对于阿扎尔,或许许多英超球迷并不陌生,在切尔西效力的六个赛季里,阿扎尔在切尔西表现堪称出色,也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。 不过,由于切尔西整体实力问题,阿扎尔只是在14-15和一肉道一期赛季获得联赛冠军,而阿扎尔当时就是可以与梅罗实力对抗之人,只不过切尔西的舞台不太,如今,能以此机会受到黄马的召唤,阿扎尔或是满足了多年的心愿,届时黄马打造以阿扎尔为核心的战术体系,吧,萨士币开始发哦。 阿扎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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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